大家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刘老师 上一期视频我们结合盘面的实际操作 讲了道士理论的第一课 在视频最后我提到了一个人人都能学会的 股市套利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起初是跟朋友聊天聊出来的 当时他用这个方法已经稳定盈利两年多了 再后来我又读了一些大牛的书 发现大牛的思想跟这个方法是相互印证的 所以今天特意做这一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 看完后有收获有启发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转发评论 那么先提一个问题 如果让你拿着100万回到20年前的中国 让你选一种投资标的 选择标准是风险小同时收益还比较高 那么你就选什么呢 我相信都不用问了 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投资房地产 那么为什么呢 为什么大家选择房地产呢 虽然是马后炮 但其中的这个投资逻辑是通用的 所以还是值得认真分析一下 我的结论是这样的 一方面因为房子呢是中国人的信仰 是每个中国人的刚需 那么另外一方面 当时的中国呢已经改革开放了20年 总体经济发展是明显向上的 好 那么投资逻辑比顺了 好 现在我们怎么去运动呢 难道还是投资房地产吗 好 比如说20年前就100万了 20年后的今天大多数人也拿不出100万啊 好 那么投资这房地产呢 门槛高 而且流动性很差 尤其最近恒大爆雷的事 搞得是投资者是人心惶惶 所以显然哈 此路不通 那现在有没有跟20年前的房地产投资逻辑相同 且门槛很低 几千几万就可以做 同时流动性还比较高 随时可以变现的投资标的呢 别说还真有 只要你打通了一个思路 我不明说你都能想到了 那么这个打通的思路就是 我们其实身处在两个世界当中 一个是现实世界 另外一个是互联网世界 现实世界的房地产我们赶不上了 但网络世界的现在正热乎着呢 什么意思呢 接下来我说的内容 基本上是转述自一本书上的原文 这本书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两千万 那么我先讲这一段内容给大家做一个引导 然后你们可以再去研究原书 为了跟现实世界中的房地产对标 然后互联网世界的房地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那些 能同时满足两个核心投资逻辑的互联网最无霸公司 刚刚讲了 投资逻辑 一是人人都需要 二是整体势头是长期向上的 比如互联网世界中的 腾讯系 阿里系 偷调系公司 以及国外的谷歌 干马逊 脸书等等公司 那么2020年微信的活跃用户 已经达到了12.25亿 而脸书的活跃用户达到了33亿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20年前这数字是多少吗 这一份2000年7月的 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 当时整个中国上网的总人数 都没有超过2500万 那么换句话说 互联网过去的20年 就相当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20年 那么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今天分享的股市套利方法 现在都应该已经听懂了 就像我前面开始问的那样 回到20年前 你打算怎么投资现实世界的房地产 那么现在就怎么去投资 刚改革开放20年的 互联网世界像房地产一样的 投资逻辑公司就好了 那么具体怎么做呢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叫定投 第二个叫简陋 我朋友用的方法就是简陋 他会等这些巨无霸公司突然出个负面新闻 然后价格会有短时间的一个错杀下跌 那么这个时候 他再结合点最基本的技术面 支撑阻力分析去进场 至于定投方法呢 简单说就是定期定额买入 不管什么价格不价格 甚至价格越低越好 因为整体势头是长期向上的 方法呢很简单 有人也真的就这么做了 那看这张截图 这个人同时买入了 腾讯 阿里 谷歌 亚马逊 脸书和苹果的股票 那么最近五年的年化复合收益 超过了35%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 一本书销售额超过2000万的牛人 李孝来 这本书叫做财富自由之路 原书的内容本来是罗振女得道上的一门课 这个课上线之后销售额突破了2000万 孝来老师写的很多书 而且一大半都是畅销且长销的书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套利方法 如果你对其中这个核心逻辑 还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那么不妨去看一下原书 如果你对自己操作怎么定投的方法 不知道怎么下手 那还是去看书 看什么书 还是孝来老师写的叫定投改变命运 可能因为念到多了哈 有些网友真听进去了 最近私信中也有一些读书心得笔记之类的 那么这个呢 是让我最有成熟感的这个事情 那么我在这说的再多 都只是一个启发作用 最主要的真诚 还是得靠你们自己去完成 那么愿大家都能够早点迈开双脚踏上真诚吧 本集请到这儿 下期我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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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